今年是台北建成130周年 台北市文献委员会 在八九月也推出建成130周年特展 但是却被师大地理系教授 同时也是清代台北城富商 洪滕云后代洪志文批评 内容错误不少 不止北斗七星跟北极星相对位置都划错 历史照片图说也错误摆出 文献会昨天趁周一修馆改正错误 说感谢洪教授的指证 这个位在西门町西本院寺 树星会馆里的特展 是台北市政府庆祝今年台北建成130周年的重头戏 通过文物让大家看见台北建成的历史 但却被清代台北城富商洪滕云后代 同时也是师大地理系教授洪志文 在部落格写到这篇闪下了的台北建成130年展 批评内容错误不少 连北斗七星跟北极星的相对位置都搞错 北斗七星跟北极星这样子的一个展示方式 只是觉得说很漂亮 可是事实上可能会不知道说 原来星星画的是不对 台北这130年来的变化 透过地图来看台北城的演变是很重要的 可是在这个展里面地图都做成是镂空的 一般民众根本也看不清楚 而这张照片洪志文的太祖洪滕云旁边一起合照的 也不是现场解说写的洪以南 洪滕云先生抱的是洪长庚先生或者是洪以南 因为洪以南是他的孙子 洪长庚是他的曾孙 那这件事情因为提供照片的也是洪家的后代 他在提供的时候 我们今天跟他当事人求证了一下 他说他的确是说了快了一些 的确抱的是他的曾孙洪长庚先生 台北市文献会赶紧趁着周一修管改正错误 也特别感谢洪教授的指正 另外针对洪教授也提到 盖在捷运西门站四号出口的重现西门 也并非当时西门原址 对此文献会解释 因为西城门原址现在是大马路 原址重现并不容易 才会以结合传统与现代的装置艺术品来呈现 记者选词陈昌维台北报道 守捷运西门 一个女性的地厢 净点